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刘振峰生活频道 今次我们讲一下如果2024年你家里的财星飞进厨房 或者病星飞进厨房,为什么够好呢? 最近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说财星今年飞进厨房 或者病星飞进厨房,怎么算好呢? 其实我去年也有教过大约如何解决的方法 不过今年因为榴莲飞升位置又不同了,所以再白片教大家 首先第一个,八百左抚星今年是我们家里的北面 如果刚刚来家里的北面就是厕所,怎么算好呢? 第一个财星最怕骚骚,一定要保持厕所清洁 第二,马桶盖平时一定要盖住,千万不要打开马桶盖 第三,尽量将财星的运营入屋里面 在厕所的门口放灰色的地毡 地毡下面贴6个铜币,如果香港就贴5毛钱 如果其他地方总之是铜的硬币就可以了 排成一个十字形,贴在地毡的底下,即平时踩不到贴的底下 接着最后在厕所里面找一个适当的位置,即不会倒射 就放一棵水种的大叶植物 而在水里面要放一粒黑色的石头 放回去,尽量财器聚完之后走进屋里面 今年600母曲即是偏财星就会飞临家的东北面 如果刚好家的东北面就是厕所,那怎算好呢? 600母曲都是财星,都是怕骚髒的 一定要保持你的厕所整洁 有空就清洁,不要弄到骚髒了 第二,平时马桶盖一定要盖住 第三,在厕所的门口放一张水蓝色的地毡 第四,在厕所里面找一个适当的位置 种一个水种的大叶植物 你可以在水里面放六个铜币也行 或者在水瓶底贴六个铜币,排成一个十字形 就是贴了铜币然后再放一个水瓶上去 尽量帮你聚财器在屋里面,不要流走 还有尽量凝入屋里面 今年一百贪狼星就飞到了冬面 一百贪狼星除了是我们的桃花星 亦都是我们的偏财星 如果刚好冬面是厕所,怎样做好呢? 都是一样,首先要保持厕所清洁 不要乱放东西,不要弄到骚髒了 第二,马桶盖经常要关上 第三,在厕所的门口放一张绿色的地毡 第一,尽量把财气引进屋里面 然后在厕所里面,适当的位置 放一个上链的音乐盒 当你去厕所办公的时候,就上链,放一下音乐 不要玩手机了,不然就在厕所玩手机 第五,就是在厕所适当的位置 撞一棵水种的大叶植物 就这样送大叶植物就可以了 不需要放其他特别的东西 尽量把财气保留和引进屋里面 留意了,今年的五黄星 五黄廉晶就飞到我们的西面 如果你的厨房在正西位,即五黄这个位置 怎么算好呢? 第一,厨房都是要保持清洁 尽量干净些,不要藏污垃圾 第二,多些用抽气线或者抽油烟机 尽量把油烟抽到室外面,不要让它飞入屋 平时如果不用厨房,尽量关上厨房门 如果你是Open Kitchen就没办法 接着,在厨房门外放一张水蓝色的地毡 煎下面要贴六个铜币 尽量把五黄困在厨房,不要让它飞入屋 如果你是Open Kitchen的话 就在Open Kitchen出入口的位置放这个地毡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厨房门的话,第五个就适当你了 在厨房门上挂个铃铛 即是会响铃铃声,金属那些 当你开门的时候就会发出声响 如果在Open Kitchen就没办法了 你可以放个音乐盒在出入口附近隔离 平时上一下链放一下音乐 最后一样,今年多些使用金属的餐具 尽量化解五黄,让五黄空声不会影响到你家人 那怎样选金属餐具呢? 其实我之前有拍片教过大家选金属餐具 大家可以看 尔黑巨门今年飞来我们的东南面 尔黑巨门象征小病小痛 也同时尔黑有个特性比较黑女士 所以如果厨房在东南面,记得一定要化解 首先,厨房尽量保持整洁 不要乱七八糟,不要骚髒 第二,多些用抽气线或者抽油烟机 第二,尽量把油烟排出屋外面 第三,如果厨房不用的时候 平时尽量关了厨房门 但如果是开放式厨房就没办法 第四,在厨房门外放一张水蓝色地毡 地毡下面要贴六个铜币,排成十字形 如果在厨房门没有门的话 就在出入口的地位置放一张水蓝色地毡 下面要贴六个铜币,贴在下面 平时踢是不会踢到的 第五,也是可以在厨房门上挂上铃铛 当你开山门就会发出声响 如果在厨房门在出入口的地方放一个上链音乐盒 平时有空就扭向它 或者煮食的时候扭向它放出音乐 第六,今年多些使用金属餐具 尽量少用木或塑膠的餐具 至于如何选择金属餐具 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拍的这条片 《师傅式条铁》 教大家如何选择金属餐具和厨具 第七,可以在厨房找一个地方挂一个鸡的挂画 这是太岁的问题 不是和以下有关,是太岁 鸡的挂画之前师傅在欧洲才有 不知香港或者其他地方有没有 在Eatgear里面有一个卖鸡的挂画 也挺适合用的,挺漂亮的 买就可以贴在厨房找一个位置 适当的位置贴住 当然没有油烟的位置 贴一个鸡的挂画在这里 合一合的泰水都会对你有帮助 财星飞进厕所 或者病星飞进厨房 都不用怕,有办法化解 还有一年时间 下年榴莲飞升又会转位 所以不要太贪心 做足风水布局就没问题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今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你like、share和订阅我们 订阅的时候 记得按下这个小铃铛 选择全部订阅 我们一有新片 就会通知你了 除了like、share和subscribe之外 大家还可以看完影片里的广告 以及利用影片里的超级感谢功能 更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 来对我们作出鼓励 如果你对影片内容有什么不明白 或者有话题想我们说 又或者想说下你的意见 都欢迎你们留言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多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